赵秀与方仁珠哪里知道这些事 他们在溪流边说说笑笑的 其间有几个媳妇子来寻赵秀请示事务 他随口就处理了 又把人打发走 方仁珠赞叹道 真能干啊 母亲从去年开始也教我管家了 只是我愚笨还不得要领 如果连你都愚钝了 世上就没有聪明人了 这种事很简单的 你慢慢学着 一边学一边做 用不了多久就会上手了 别想着死记硬背 这种事还是要看实践操作的 方仁珠正想向他多请教些诀窍 就听见远处玩笑的闺秀们 不知何故忽然吵了起来 他与赵秀都愕然地忘了过去 取水处 女孩们不知几时已经停止了流伤的游戏 其中一位姑娘大概是喝多了 醉倒在席子上 其他人发觉后就凑过去瞧她的醉态 暗暗偷笑 有一位年纪小些的姑娘 也是书香人家出来的 与这位姑娘相熟便想给她开个玩笑 命丫头取笔墨来 就在她脸上画了一只乌龟 这自然是不妥当的 若是在家里玩笑 相熟的姑娘们之间也有花样百出的 私下闹了也没什么 可如今是在旁人家里做客 又有那么多不太熟悉的人在场 摆明了会让醉倒的那位姑娘出仇 真要与她亲近就不该这么做 不过那小姑娘心性活泼 玩闹了半日 正在兴头上 却想不到那么多 在场事后的贱男侯府丫头们 心下觉得这样不好 笑着劝那小姑娘别这么做 叫太太夫人们见了要责怪的 小姑娘在家里也是千娇百宠的掌上明珠 受不得别人的拒绝 便发了脾气 不要笔墨 你只管拿来就是了 啰嗦什么 见她如此 便有老成些的姑娘看不过眼了 有一位武将人家出生的女孩 年纪大些 性情也直率些 健壮就说道 趁着人家女孩醉倒 故意叫人家出丑 这样也是关系好的姐妹该做的事 原来读书人家的女孩是这样的教养 我素日读的书少 见识浅薄 今儿才算是开了眼界 那小姑娘一听 脸就涨红了 也醒悟到自己的做法 不应该 可是被人当众说这样的话 又被武将人家的姑娘 质疑她的教养不好 她怎么能忍 两人就这么吵了起来 等赵秀听到动静 赶过去是怎么回事时 姑娘们里头 已经有人出来打圆场了 出面的是眉山伯府的千金 求援 她今年只有十四岁 单生的脸若银盘 眼如水性 唇红齿白 肌肤晒雪 行指端庄闲雅 言语平和 竟有几分大姐姐的感觉 能令众人心服 包括年纪与她相同 甚至是比她年长的女孩 她先是拉开了吵架的两人 先说那小姑娘 确实不该恶作剧 即使与最倒的姑娘关系再好 玩笑也该有分寸 接着又说那武将人家的千金 妹妹们不懂事 我们做姐姐的 说与她就是了 何必拿教养说嘴 坏了大家和气 即使是看在主人家的面上 也该宽容些 又到今日大家聚在一处玩笑 本时间喜事 完全没必要为了点小口角 就吵闹起来 不但破坏了气氛 也唐突了主人 两名当事人听了她的话 方才想起 今日是在别人府上做客 当众争吵 是非常无礼的敬畏 便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见赵秀赶到 他们就先后给赵秀赔了不适 赵秀才刚弄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心知是自己只顾着陪方仁珠说话了 才未能在事情刚有苗头的时候 及时制止 倒要旁人来帮忙打圆场 是她的疏忽 便反给两个姑娘赔了不是 是我招待不周 还请勿怪 那小姑娘心里过意不去 还要继续道歉 赵秀便拉着她笑道 多大点事呢 不过是姐妹间笑闹 一时闹过了火罢了 还是先赶紧的 将蒋姐姐唤醒的好 今日天气最好 外头还是有风的 喝了这么多酒 又在园子里睡着 万一吹了风 等她醒来定要喊头疼 等一会儿她醒过来 妹妹再向她陪力就是 小姑娘这才想起 其实最倒的那位 才是她最应该陪力道歉的对象 又红了脸 连忙帮着丫头们 一起将对方摇醒了 灌了半碗蜂蜜水下去 又打湿了帕子 替人俯脸 终于把人弄醒了 向对方道歉 最倒的这一位 其实并不是别人 正是天津蒋知府之女 蒋文 蒋太后的亲侄女 她源与赵秀相识 只是从前一向在天津住着 所以赵秀参加过的 诗会宴席上 都不见她的踪影 但年后她从天津回京 一直未离开 赵秀下帖子的时候 就把她也给请来了 蒋文还有些醉晕晕的 不过醒来后 也知道自己失态了 闹了个大红脸 那小姑娘跟她恶作剧 她也不放在心上 只是笑着 拧对方的苹果脸 好啊 你这小醋侠鬼 幸好姐妹们都是厚道人 才没让我被你算计了去 改名 我也在你的脸上画几笔 叫你称个大花猫 看你还顽皮不顽皮了 那小姑娘脸红红的 滚到她怀里去 好姐姐 我再不敢了 你就少了我这回吧 笑闹一场 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赵秀有些担心的问蒋文 可觉得好些了 怎么喝那么多酒呢 她有些想不明白 今日园子里 女宾席上的酒 都是度数不高的 果酒 黄酒 都像蜜水一般 尤其是年轻姑娘们 多数喝的都是果子酒 少数几个喝的是葡萄酒 不过是住住姓罢了 也没听说哪个人喝的太多 居然也有人能醉倒 蒋文红着脸 还带着最后的憨态 笑着说 他们几个有说不出诗来的 只能发酒 可又喝不了 我就替他们喝了 赵秀一眼扫过去 蒋文所指的他们 居然包括了恶作剧的小姑娘 和秋元这位和事佬 还真是意外 小姑娘不能喝酒是正常的 可对蒋文 这位好心包了忙的朋友 还要恶作剧 只能说是孩子天性了 出奇的是秋元 看起来也不像是 回答不出句子的人 况且他年纪也大些 怎么还叫别人提他喝罚酒呢 秋元言笑艳艳地 挽住蒋文的手臂 轻轻热热地说笑 好妹妹 刚才说今日的果子酒 好喝的是谁啊 我刚才劝你别喝了 你还不听 如今醉大了吧 蒋文更不好意思了 红着一张脸 笑着躲到秋元肩膀后头 秋元便拍着他的头 笑对众人说道 等他酒醒了就好 姐妹们继续玩去吧 我带他进屋里 醒一醒酒去 众人一笑而散 方才吵架的那两人也和好了 秋元扶着蒋文进听风堂 赵秀跟在后头 秋元还笑着劝他 这里有我呢 赵姑娘只管放心玩去吧 赵秀微笑着说 终究是我疏忽之故 就给我一个机会弥补吧 秋元笑得温柔 这又什么 你才多大年纪 哪里就能面面俱到呢 一时疏忽也是有的 算不得什么大事 日后历练的多了 自然就能做好了 夫人们心里都明白的 你不必放在心上 赵秀听了 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他疏忽了客人事事时 便闭嘴不谈 进了听风堂中 张氏 曹太夫人 与众位夫人们 都转头过来看了 蒋知府太太 今日邪女上门 见女儿这一般 就有些担心 这是怎么了 秋元笑答 喝醉了 直接躺席子上睡着了呢 若不是大家拦着 李家妹妹就要往她脸上 画乌龟了 蒋知府太太吓了一跳 笑马道 唉 上文丫头那促侠鬼 这么大了 还欺负她姐姐 说着就起身过来 拉着女儿瞧 见女儿除了脸红些 倒也没什么 方才放了心 蒋文都羞得抬不起头了 在别人家里做客 却喝醉了酒 这对未出阁的姑娘来说 是多么丢脸的事儿呀 夫人们发出了 善意的嘲笑 蒋丫头这一醉呀 小脸红扑扑的 倒把人衬得更标致了 我瞧了就喜欢 不如给我做媳妇吧 就怕蒋自太太舍不得 笑成了一团 赵秀带人将蒋文 扶到屏风后的长榻上 叫人拿了一碗杏仁茶来 看着蒋文吃下去 方才放心 蒋文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 就是脸红得不行 十分的害羞 拉着赵秀的手说 今日真是丢死人了 好妹妹 你去跟他们说 我先歇一歇 就不出去了吧 赵秀笑道 大家不过玩笑罢了 你越是害羞 他们越要笑话呢 倒不如大大方方的 人家见你不在意 反而觉得没意思了 就不会再说 不过今儿蒋姐姐 你也太夸张了 那点果酒能吃的什么 你竟然能喝醉 早知道你酒量这样浅 先前我就不该 往你们洗上送酒来 蒋文小声地说道 我也没料到 原本我酒量没那么浅 今儿也不知是怎么了 那果子录 我喝着怪好喝的 又觉得不醉人 就没放在心上 邱姐姐好几回 说不上句子 她又腼腆 跟旁人也不熟 私下求我 我就替她喝了 没想到李家妹妹见了 也要我帮她喝 于是我越喝越多 等到头晕时 已经来不及了 赵秀听得心下有些疑惑 面上却对了笑 原来如此啊 即使果酒 再好喝 也是酒呢 喝着顺口 后劲却大 喝太多了 仔细明儿起来头疼 蒋文笑道说 今儿学乖了 日后再不敢了 幸而 这是在府上 若在不相熟的人家 我就真没脸见人了 赵秀又问她 是否需要找个地方休息 她笑着回绝了 与赵秀一同 回到外头席上来 夫人们正拉着秋原说话 今日秋原的表现 众人都看在眼里 握口地称赞她 大方稳重 也有夸她模样好的 听得梅山伯夫人 眉开眼笑 一个劲地说 大家过誉了 过誉了 但瞧她的神情 可一点都不觉得 别人过誉 秋原倒是非常的稳重 只是微微红着脸 微微低着头 嘴边带着 略有几分腼腆的笑意 不见忘形 也时不时谦虚两句 越发得了旁人好感 就连曹太夫人也夸她一句 确实稳重大方 秋原红着脸听着 抬头看见赵秀看自己 便微微一笑 蒋文挨着母亲坐着 还笑着向秋原道谢 秋原温和地笑着说 妹妹言重了 你我姐妹教好 守望相助原是应该的 何须如此客气 蒋文心下探服 悄声地对赵秀说 活着在宫里见过她几回 私下来往不多 没想到 她果然如传闻中一般 是个热心肠 赵秀默不作声 只是微笑一对 不一会儿便寻控 出了听风堂 招呼了姑娘们一圈 建议她们回堂里去 众女完了这半赏 也尽了兴 便各自三三两两地回去了 赵秀落在最后 示意丫头们收拾残局 揪了个空 拉住了方仁珠 你认识梅山伯父那位亲亲吗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秋儿姑娘 方仁珠想了想 我不大认得她 我只听过她的贤名 据说是位端庄稳重的闺秀 她也时常进宫的 但我很少在太后的宫里见到她 只听闻 她是皇后宫中的常客 当今皇后谢氏 乃是驱水伯府的千金 与秋元同样出身勋贵 来往多些也不出奇 可秋元这贤德的名声 却总让赵秀想起了方慧珠 有些不太好的感觉 赵秀又问方仁珠 我听说她方才游戏时 好几回都没打上来 好生得奇怪 方仁珠笑了笑 哼 这不奇怪 她虽然也识字 但在诗书上不大看重 太后还提过她 说她不错 只可惜才学不佳 听说梅山伯父的老夫人 不喜欢女孩读书 却对女孩的女工非常看重 秋二姑娘的针线是极好的 曾经亲手给皇后娘娘 做了一件云尖 就像是彩霞生鱼尖头一般 皇后娘娘穿来 给太后娘娘请安 太后娘娘还夸了好几句呢 我瞧着也是十分的佩服 那样的针线 只怕我再长十岁都做不出来 赵秀脑中有什么念头 迅速地一闪而过 但很快她就听到了 张氏叫她的声音 她连忙收拾心情 拉着方仁珠 一道进了听风堂 建南侯府的这一场暖居酒 是摆得午宴 再加一顿下午茶 等到将近傍晚的时候 宴席顺顺利利地结束了 赵秀陪着张氏 送走了一住女客 又听闻前院那边 南宾席上的客人 也都送走了 方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宴席 也称得上是宾煮静欢 没出什么大漏子 韭菜都颇得好评 娱乐活动也还算有趣 排场既不失礼 也不会大到让御史 看不顺眼的地步 建南侯府的这一关算是过了 祖孙三人都觉得挺开心 张氏年纪大了 觉得有些累 便早早地回院休息去了 赵秀带着几个管事 将两处宴席的残局收拾好 该拆的拆 该清洗的清洗 该清点入库的清点入库 还要指挥人 准备不久之后的晚饭 直忙到天黑了 才收拾了一半 只得先让人守着东西 其他人去吃饭 自己也往张氏的院里来 张氏已经打了个盹 又洗了个热水澡 觉得精神好些了 瞧见孙女忙得腰酸背痛的 她也有些心疼 忙了大半日 先歇一歇吧 收拾不完 明儿再继续做就是了 这么多东西摆在外面 其中还有不少是值钱的 不趁着今天收拾完了 天知道半夜里 会不会有人摸走几个 杯盏碗碟 虽然不值什么 但成套的东西丢了几个 今后就不便拿出来艳客了 岂不是要重新采买 哪够让人糟心的 祖母不必担心 东西都已经擦干净了 剩下的只需要 把他们罩着单子 收进库里就好 并不费事 我今天一并忙完了 明天开始就能一连休息好几日 岂不省事 张氏文言也不再劝他 只是说道 你看着他们收拾就好 汪福来还是很能干的 卢妈也能帮得上忙 赵秀硬了 不过他也劝张氏 卢妈已经是放出去的了 今天是咱们家回京后 头一次艳客 因此需要他这样的老资历 来做帮手 但今后还是少劳烦他吧 否则跟没放他出去 有什么区别 虽然卢妈喜欢为祖母办事 可外人瞧见了不像 明章今春参加童生事 虽然在府市这一关 被刷了下来 但也是正经的童生了 是读书人 卢妈是他的母亲 我们怎么好再让读书人的母亲 来做府里的管事娘子呢 张氏叹了口气 唉 不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习惯了他事后 实在是有些舍不得 虽然舍不得 但他也知道 这不是长久之计 便吩咐下路 他外头瞧瞧 卢妈可还在 若再 就让他回去吧 事情交给别人就行了 再把今儿的菜色点心 叫他挑些回去 虽是剩的 但有好些是没人动过的 比外头的干净 味道也不错 跟卢妈说 今日辛苦了 明儿好生的歇两日 闲了再进来陪我说话 好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